女性严丽婷早期上节目康熙来了 说话跟直播做作 个性大辣辣的颇受观众喜爱 她与球星老公张志峰婚后 有一子却因第一胎生产时 大量失血导致子宫不易受孕 经历三次流产后 终于怀上女宝宝汤米 严丽婷也时常在脸书分享怀孕心得 昨天19号她PO出一张宝宝超音波照 发现汤米竟然在子宫内毕业 让严丽婷笑说 自己每天刻意对安胎样女儿还这么开心 不过严丽婷透露 近期去产检时 医生告知子宫颈变短 可能会有早产迹象 汤米现在才迈入27周 让她相当担心